有个女生在小卖部得到一个小书包 表面都是幻彩的颜色 非常好看 把它打开 还在里面找到一个镶嵌着蓝钻的黄金包包 黄金包包里还装着很多华丽的珠宝 实在太稀有了 小卖部什么时候带有这种幻彩小书包了 里面还有像这宝石的黄金包包 小包包里还附带着华丽的珠宝 这么黄金的东西 我这怎么没有发现呀 走走 给你去小卖部 宝珠们 包包买回来了 买到了6个幻彩小书包 包包上还有这种好看的爱心图案 每个爱心里面的铲成物还不一样 太好看了吧 那我们现在来打开一个粉色的爱心包包 哇 你们看这个包包 好惨呀 它在爱心里面装的全是金银亮面 好闪啊 看它里面到底藏在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啊 还有一个泡沫 我说怎么那么轻呢 我还是个空的 那这次来一个珍珠的 它里面全是这种彩色的小珍珠 还有贝壳 听这个声音 这里面肯定有东西 给你打开看看啊 哇 两个耶 怎么有两个迷你手提包 一个红色的 一个黄色的 上面还带着蝴蝶蝶 好可爱呀 这样一个 再来一个爱心的 这里面有这种各样的爱心呗 有没有 哦 看到了 哇 找到好东西了 两个 一个紫色的爱心宝石 还有一起香水 这个香水也是紫色的 这个宝石和这个包包一样呗 你弄一下 它表面的颜色还是变化 这也太掉脸了 都开一半了 还能找到香水宝石的黄金包包呢 那这次就来一个 可爱的 它里面全是这种威力的表情 还有小花朵 希望能够带来好运 会不会有好运呢 黑色的 是一个黑色的包包 看起来还挺高级的 还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不行 它真的是假的 完全打不开 还是接着来吧 这个里面全是这种蓝色的小猩猩 砍塔里面又有什么呢 哦 里面东西也是蓝色的 是一个蓝色的马卡龙蛋糕 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 太好诱人了 还有最后一个 还能弄到好运包呀 你们看 它这个里面不仅有珍珠 还有钻石 哇 这也太珍贵了吧 那里面东西应该也会很珍贵吧 给你打开看看啊 哇 这个里面 好像找到黄金包包了 还有两个黄色的方块 这包包也太小了吧 算在上面颜色有香钻的 但是明亮蓝色的大包是好看的 还有 这两个方块是什么呀 还挺凑的 哦 这五蜴做宝石的材料啊